雷克萨斯不用修 它不会坏 放 雷克萨斯它再耐用 它该坏还是坏 兄弟们 加油来了 小雷雷 ES240 给它加个满香油 昨天给这车做了个保养啊 做完之后发现放出来的机油只有不到四层 加进四层 四层左右吧 然后这台车肯定是烧机油了 我之前给你们讲过这个2.4的机头 香甜的 各保各烧机油啊 不烧机油 我直播吃发动机 兄弟们 今天给你们讲的这台雷克萨斯ES240 它是12年的最后一批的了 就是这一代的最后一批的2.4排量 很多人觉得就是08年以后的2.4它不会烧机油 我就这么跟你说 该烧它还是少 2.4这款机子它通病就是烧机油 它不是2.0 2.0的排量它不会少 它该坏还是坏 因为车这个东西 它都有坏的地方 对吧 它都有一损件 所以说雷克萨斯只不过是在这个级别里边 同级别来讲 它可能耐用性要好一点 可能配件零部件它的寿命长一点 你要说它哪哪不坏 不可能 它对开车也有通病 第一是烧机油 第二就是转向机 它容易坏 这是一个通病 其他的话就是在这个级别 很多人拿ES跟BBA里边的塞机车 你就像奥迪A6奔驰E级 还有宝马5系去进行做对比 你根本这个雷克萨斯ES跟他们比不了 你要说拿出来皇冠跟他们比量比量还差那么点意思 对吧 还能接近那么一点 你拿ES比根本比不了 ES它就属于一个B加级的车 可能也就是比B级高那么一丢丢 因为B级车里边有凯美瑞 凯美瑞跟这个雷克萨斯ES 它俩是同平台的 就是老款啊 这一代的这一代的 所以说兄弟们 ES这台车你别看它新车价格跟 BBA里边的A6奔驰E还有宝马5系 它的价格差不多 一个价格区间内 但级别完全达不到 这台车唯一的优点就是 跟他们德系BBA对比 你可能用了五六年 甚至是十年以后 它的维修保养后期成本要低一些 好养活 修车便宜 毕竟是凯美瑞同平台 很多底盘价还有发动机的一些易损价 跟凯美瑞是完全同用的 唯一区别在那儿的 这台雷克萨斯ES 它开起来的隔音降噪效果 还有整体一个座椅的舒适度 要比凯美瑞高上一整个级别 可能甚至超过一个级别 所以说吧 你别看它 一个平台出来的 但是 跟五松它也是一个平台 但它俩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看完这台车的总体一个外观和内饰 你看完这台车的总体一个外观和内饰 你现在发现了十年前的雷克萨斯ES 确实是已经老了 但是这台车保住的依然非常保值 没有办法 因为它是来个萨斯 所以说 我建议大家 你如果说没有特别特别喜欢 那个萨斯这个车型 你就尽量不要去选它 因为同级别来讲的话 可选性太多了 你说它好开吗 它不好开 你说它开起来有排面吗 它也没排面 只不过相当于十年前的车来讲 相对于德系车来讲 它可能养护起来 能送点米 比凯美尔开的肯定好 但是 我感觉啊 二手也好 新车也好 有点让人难受 就是太保值了 新车也贵 然后二手车它也保值 所以往往很多人说 买二手车 那就得买一个 它保值率不高的 性价比才好 反正看个人喜欢吧 还是选择 其实二手车这个东西就是 你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新车也一样 车这个东西千万别凑合 等你凑合完之后 车到你手里了 你天天都难受 你看到这车你就烦 打心底 就是有一种 那种强迫症的感觉 看哪都不舒服 看哪你都想挑点毛病 最后走得你天天心情烦躁 后来 你发现这车不适合你 你再把它给卖了 再添钱再去换一台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还不如当时一步到位 直接安排一台你心目中的GM卡 那才满满等等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无论你选车 还是你去做什么样的决定 一定不要对付 也不要凑合 一定要让你的心情满满等等 才能让你后期一直心情愉悦 很简单的道理 你明白了吗 然后这台车啊 兄弟们 这台车 后天吧 后天我就回福建了 我打算开这个雷克萨斯1S走 然后到时候给你们测试一下 这台车到底多少公里烧一升机油 然后呢 你们去挑选 或者是你如果是1S车主 这种大屏 无论你是什么车主 这种大屏 后期不要加装 看起来太搂了 而且操作它都是触摸 很难受 用的不习惯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物理按键 用起来有手感 最起码能忙操作 这大屏开车时候操作实在是 对安全性多少有点影响 啊兄弟们 好了 这期就到这 简简单单一个ES240 给你们安排到这 如果对这车 还有什么不懂的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再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有问必答 是个好习惯 明天见下课兄弟们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